好 在我們正式現在開始之前啊 其實我跟老師稍微介紹一下 其實現在真的教學的方式真的很多元 而且資訊工具很方便對不對 那我在這邊呢給您稍微看一個 這裡 好像現在網路速度比較慢一點 有有 出來了出來 欸 我問一下老師喔 請問您平常打字的速度快還是慢 還行 還行 行有很多種 有人說我很慢 有人說我非常慢 有人說超級慢 但是行動裝置上你有沒有辦法很快 今天來到台中市大同國小進行演習 用這樣講的有沒有比較快一點 你在行動裝置上 打字一定比較慢對不對 老師有沒有發現 我連標點符號都進去了 好 手放下來 相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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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想跟老師講一下其實 所謂的翻轉學習 老師你可以想到很多種方法 對不對 但是這個是老師平常可以用得到的 因為你現在這一支很難不提升嘛 你可能有需要就是 比如說您的LINE也好 您的FB也好 或者你要回Mail 就算你用手下來 會不會跳 會累啊 但是用講的會不會快一點 正確率還算頗高啦 對不對 當然有可能有錯 所以呢 萬一有錯的 我就在這邊 我就直接用打 用手寫的 是不是一樣可以打進去 對不對 那他還有什麼 五號啦 對不對 或者是那個其他的 所以 使用上你會發現 欸 還蠻不錯的 那這個呢 就是我在我部落格上 常常會介紹的東西 我的部落格上都會比較 多奇怪怪給你吸這樣 哈哈 所以 給您參考一下 好 那這個呢 我就趕快先停掉了 來 那其實呢 如果您是在一般的 為什麼要給老師稍微看一下這個 因為我要先讓老師 先進出狀況 哈哈 來 您看一下我們任務裡面 來 我畫面 現在是我的畫面 您看我們研習資料這裡 好 就是在這兩個 您可以看到這兩篇我的 部落格文章 我剛剛用的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好 它會自動幫我們加進去 那上面這個呢 其實有兩個線上的服務也是一樣 您直接用講的就好 所以下次不用寫報告 不用打報告 打報告是用講的 哈哈 就像這樣 所以您可以 在這邊呢就可以找到 我怎麼去使用它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這裡 好 這一段我先